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优酷演技一夜中的朋友你们好 我是黄胜一 这次来到演技派感觉如何 我觉得演技派是个非常认真去思考 演戏到底是什么的一个节目 然后舞台所有的舞美 包括今天我们有演的头上 那些装饰全部都是真材实料 都是真的古董来的 所以我觉得是对演戏非常认真的一个综艺节目 这次来是受到于老师的邀请 首先当然是因为于老师 他第一次的首次的综艺 然后之前我们因为也合作了好几个戏 所以我一定要来支持他一下 然后我觉得他真的很厉害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知道 他原来的就是身形 他真的减肥减得超厉害 我看到他的时候我都觉得惊呆了 他怎么可以瘦成这样 但反过来我又想 他有这个毅力 为了这个综艺能够这样瘦的话 他一定对这个东西是很有执着 很认知那个态度在那里的 所以我觉得就凭他这一点都要来支持演技派 你前辈的身份 来分享一条经验给年轻演员吧 其实我觉得经验也谈不上 就是分享一些在你穿上戏服的那一刻 我觉得还是要有信念感 在你的戏服的包裹下 你的灵魂要变成另外一个人 我觉得演员是一个出卖自己灵魂和角色 共情才能把这个事做好的一个职业 之前的表演有受到过一些非议 平时会在意这些负面的声音吗 我不太会 我觉得其实你去在意那些 远在天涯的那些人的观点 还不如去在自己身边的人 所以我基本上不太会去理会 就是那些跟你没有什么特别大关系的人的那些话 但真的如果是善意的或者是有帮助的那些建议 我还是会挺好的 这次咱们在节目里有古装表演 私下里最喜欢的古代角色是 轻松一点吗 不喜欢太复杂的 选一个公主吧 因为觉得做女王太辛苦了 然后做王要管的事情太多 比较懒 希望能够轻松一点 那如果你在宫中 觉得自己可以活到大结局吗 我觉得我自己按照我真实性格 肯定会很早就领活发现 很早就死掉 我肯定不属于高的 真的我一定是特别低的那种 我觉得要做要做那种清心寡欲的淡薄名利 自己天天要念经那种 然后你可能还会生存的久一点 好多粉丝都想知道小安迪的近况 他性格真的还蛮内敛 不太会说 但他会去拧着一个劲儿 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做好做漂亮 他才甘心 在上学学习这些问题上 我觉得他还是让我挺放心的一个孩子 而且他很有担当 因为他和弟弟之间 他都会谦让弟弟 然后也挺会做表率的 大家都说你们母子是神仙颜值 那你觉得神颜值更高 他是属于越长越好看的类型 我只要不要变身越长越难看就可以了 最后对喜欢安迪的粉丝们说一句话吧 我觉得很多人都很喜欢他 应该你们的选择是对的 好久不见